新發今年真的有機會來挑戰得分籃板 甚至主攻的三冠王 而且新發現場看本人真高 而且總之有觀察到他變瘦 其實我剛剛也有問一下林冠仁教練 他從技術到現在這樣子 聽說已經有瘦了大概七八公斤 但你想想看 他本來就已經有這個盾位 他一瘦 膝蓋的負荷少 他如果再可以跑動更久的話 對工程師來講幫助太大了 沒錯 也許瘦下來有幫助 有喔 所有事情都變對了 跟新發來一個排球的對決 哇 這球直接就是被他抓死死的 他們已經拿掉11分 總共這個高下球的甜果直接送給了新發 太散家臉灌籃了 連勝期間表現比較好的幾位球員 這集是上來期間 很多啊 超過新發 哇 阿米 假動作 攀起了新發 這樣給Q 三分外線 獎勵這一個沒有 沒關係 對 然後他手上很久 又跑了 回新發 接到 沒問題 這是工程師追分的好機會 對 到遠邊 到正義 新發 對 新發 竟然沒進啊 第一顆沒進啊 第一個失敗 不會 我們幹嘛大驚小怪 對 其實他是這樣子你看 自己沒進 搶到一個機會 低腳 相隨意 突破 再交給新發 如果打下去的話 新發可能要得50分嘛 高國豪 人間 傳給新發 擦板進50分啊 好 好